8月24日 梁朝伟发布声明 回应私生子传闻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此前曾有台媒爆料 梁朝伟有私生子 大家希望本人能够亲自出来辟谣 可梁朝伟一直很低调 并没有回应 反而让媒体更加肆无忌惮 梁朝伟没有找律师 而是亲自发了一份声明 否认了私生子传闻 称这些信息 给梁朝伟和他的亲友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所以他决定站出来回应这件事 这些关于他私生活的谣言 都是捏造和歪居事实的恶意行为 梁朝伟说 他和妻子刘嘉玲的婚姻幸福美满 两人相爱有加 没有任何出轨私生子的事情 并且强烈谴责造谣者的恶劣行径 最后梁朝伟表示 保留追究相关报道的权利 对于这种诽谤和虚假陈述的行为 他会严肃处理 此前女方即是澄清了这些谣言 并没有私生子 也没有破坏别人的婚姻 可传闻并没有停止 而梁朝伟对爱情有自己的看法 虽然与刘嘉玲经常分开 但彼此互相尊重 也是知己 夫妻俩相处模式令人羡慕 如今梁朝伟已经澄清私生子传闻 最后也祝他与刘嘉玲永远幸福吧